大片未动刀哥先行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刀哥 今天刀哥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部浪漫爱情电影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由李鸿奇和安卓拉贝比主演 讲述的是毫无存在感的IT男 费力爱上闪闪发光女孩赵希曼的故事 这个剧情看起来很简单 实际看点失足 具体有什么看点呢 且听我细细说来 看点一 浪漫满怀 从想要的CD到遇见极光 赵希曼每一个心愿都被认真珍藏 渐渐有着落 事实有回应 这个小心翼翼的男孩给了他无限的安全感 如果说是极光让费力的爱情梦想成真 那么费力就是赵希曼人生里的极光 影片记录了赵希曼与费力两个人在异国他乡陷阱相爱的故事 但却为每一个对爱情有向往的观众营造了一场浪漫旅行 看点二 仪式感十足 从初次相遇到爱上赵希曼 费力只用了一秒钟的时间 从在一起到完成心愿 赵希曼和费力度过了24小时 第一次牵手 第一次看极光 第一次和圣诞老人约会 赵希曼和费力的每一个细节都极具爱情的仪式感 赵希曼和费力这场仪式感满个的爱情旅行 也能让每一位观众回想起自己的爱情中的美好记忆 看点三 细节满分 这部电影是在圣诞老人的故乡拍摄的 影片中许多爱情高田场面都是在圣诞老人村完成的趋劲 下着大雪的冬夜里 赵希曼和费力乘雪橇冒冒险出行 和真正的圣诞老人一起烧烤 在他的见证下交换糖果戒指 在限定的时间里 赵希曼和费力就像一对普通的情侣 影片中所营造的细节是每一个观众对圣诞节的完美想象 当然 除了圣诞村还有极光 去芬兰看极光是赵希曼一直以来的心愿 所以剧组为了呈现最绚烂真实的场景 特地到芬兰完成拍摄 可以说是非常有心的 好了 这部电影的看点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